一花一世界,一夜一菩提,欢迎来到禅艺。 现实里,我们总希望自己过得比别人好,最好是比别人钱多,房子大,孩子出息,身材好。 然而,在现实里谈论自己比别人好,并不会得到真正的好,反而是背后的闲话会更多,甚至会传播得很广。 其实,这种心理很好理解,就是没有几个人真心希望我们过得好。 既然如此,年老了,聊天的时候,也要少张扬这几件事,可以给自己免去麻烦。 零妖子女比别人出息,老年人对待孩子的前程,总是特别看重。 如果自家孩子比别人家孩子出息,那是特别骄傲的事。 但是,自己看重孩子,别人也看重了。 自己家孩子牛,那别人家孩子,不就被衬托得脸上无光了? 这样一来,对方家里不骂人吗? 所以说,平日里说话的话题,没必要往孩子身上绕。 真饶了,也别一个劲说孩子特别好。 这是给自己省事。 我家有位邻居,孩子最近回家来了,于是他总是三句话不理孩子。 偶尔见到,他也是忙着夸孩子,收入多少钱,巴拉巴拉的。 但其实,他这种说话方式真的不讨巧。 说白了,没有几个人,真心关心邻居的孩子,过得好不好。 他说这些,还会引发别人的极度不满。 时属下下策。 现实当中,说点兴趣爱好,日常生活,都是很安全的话题。 没必要往孩子身上绕的。 02.自己家的钱财。 人上了岁数,要藏着自己的钱财欲望,要手捉。 不要把自己的收入、财产天天拿出来说。 你的工资比别人高,消费水准比别人高,并不会让人羡慕。 反倒是惹来闲话,对自己并不好。 我父母的小区里,有几个叔叔阿姨,就是在这方面不懂的手桌。 比如有一位,总是说自己买了多少钱的衣服、电视、冰箱之类的。 还说自己的钱花不完。 真是醉了。 其实大家都住在一个小区,生活水准能有多大差距啊。 说这些干嘛呢? 钱财这东西,一向是麻烦事儿,很惹眼。 如果一个人,过度显露自己的财富,只会被人惦记,说出各种闲话。 对他反而不好。 03自己的家务事,现实当中,自己的家务事要少说。 因为大多数人,都不够资格,去当一个合格的听众。 他们不懂保密,也不懂口德,而是会给你传播的到处都是。 有些叔叔阿姨,为人没有诚服,自己什么事都说。 最后搞得家事,人尽皆知,徒惹麻烦。 举个例子。 很多人的小区里,都有那么一群喜欢嚼舌头的阿姨、叔叔。 甚至每个人的单位里、亲戚里,都有那么几个喜欢嚼舌头的人。 他们就好像饥饿的鱼,到处在捕食,希望找到别人的家务事。 经过他们的宣传和编撰,那些事情往往被传得很不堪。 由此可见,他们就是一群希望别人倒霉的人。 这种心思,实在是一言难尽。 人老了,平时聊天也很正常,但是要选择对的人。 有些人口风紧,适合聊聊。 但有些人,就是大嘴巴,根本不适合聊天。 这种人,我们务必要谨慎。 现实里,我们总是感叹,怎么有人这么年轻,会突然离世。 毕竟,对方看上去,身体尚渴,前几天还好好的,怎么会突然离世。 于是,我们纷纷感慨生命的脆弱。 也希望这种事情,永远不要发生在自己,跟周围亲人身上。 其实,老天爷要带走一个人,往往会有一些预兆。 比如,这三种不幸,就可能是预兆。 如果遇到了,要避开。 零一长时间的过度操劳,现实里,人的体力和精神,都是有限度的。 熬夜一天可以,加班两次无妨。 但是如果每天做二至三份工作,坚持好几年呢? 你说这个疲劳和压力,会自己消失吗? 还是会积累出来,量变达到质变? 举个例子。 我家关注的一位好友,最近好几个月,都没有更新过了。 昨天晚上告诉我,是过度劳累,导致的疾病爆发。 是着想一下,他过去几年,为了在国外谋生,一直做着两到三份工作,着实辛苦。 所以这次,他也想好好休息一下,改变生活状态。 现实里,人偶尔操劳一下,可以顶一顶。 喝点咖啡和茶水,也可以提神。 但是人,不能让自己长期处于紧张劳动的状态。 否则时间久了,很容易发生糟糕的后果。 这就像一个机器,在超时运转一样。 零二家族里,都是早逝的人,现实里,人在保养自己,有时候,也强不过自己的基因。 这东西,是写在人身体里的,没法子轻易更改。 如果一个人,家族里的长辈都早逝,或者重病之类的,自己,就要有个心理准备了。 该享福就早点想,别太亏待自己了。 举个例子,之前看到一个帖子,有个网友家里,姥姥妈妈,都早逝了。 现在她才三十多,最近她的舅舅也因病过世了。 其实她的得病概率,也会非常大。 所以她心理负担,也非常大。 现实里,有些人健康意识淡薄,不注重家族病史。 其实这是不对的。 早点了解家族病史,自己再去预防跟保养,是绕开风险。 是对自己负责的态度。 03年纪轻轻,得上大病。 现实里,年轻人和中年人,得上大病,已经不算什么罕见的新闻了。 几乎每个人,都听过类似的事情。 其实,有些疾病,本不该出现在年轻人和中年人身上。 一旦出现,就说明她的身体状况,已经很糟糕了。 量变积累出质变。 这类人,如果后续运气不好,保养不当,比较容易早逝。 举个例子。 比如有的人,三四十岁,就已经出现了脑梗心梗的症状,并且搭上了支架。 那就说明,她的身体状态,可能跟某些五六十岁的人一样了。 这些大病,都是影响整体寿命的。 需要当事人警惕。 人在没有生病时,试着管理管理自己的健康。 要知道,预防所花费的成本,始终是最低的。 也是最有效果的,真等到生了病,再去治疗,那成本就大了。